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代乾隆皇帝执政六十年 是清代的一个盛世 社会发展安定 财富积累丰厚 乾隆皇帝更是热爱 琴棋书画 文房自保 珍奇异宝 在这件雕漆漆盒中 就留下了乾隆皇帝 赞美雕漆工艺所写下的诗句 诗中所提到的果园 就是直接为明朝宫廷制作漆漆的地方 经过漆器制造业繁荣的元明两代 一直到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的清代 漆器一直在历史上 是宫廷贵族们享用的奢华的物品 主要因为漆器的制造工艺非常繁琐 造价昂贵 明代曾经先后两次从云南征召智奇工匠入京 果园厂就在今天的北京临近胡同 大批的南方工匠来到北京 充实着果园厂的制造牢力 来满足皇家对漆器的大量需求 同时又把高超的修漆技艺带入北京 这件梯红茶花园盒制作于明代永乐时期 盒子的七层浑厚 花纹饱满 枝叶疏感 雕刻圆润 魔工精细光亮 是永乐时期漆器的典型作品 明嘉靖年代所制的梯红松鹤文圆盘 修漆不厚 雕刻不善残风 构图具有绘画效果 是嘉靖时期独具风采的作品 明清两代在宫廷里都有一种文物 这个文物还有好多 不是一件几件 都是一种捧盒 直径的大概是在30多公分 这个捧盒上边是圆的底下是圆的 上面是个图案的 主要图案是个村子 村子下边有一个聚宝盆 放射出光芒 上面雕刻的很复杂的 而且是多层的多色彩的图案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长时间来 有时候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得猜 实际上这个村子捧盒是存放一种保健药品 或者更说明确 它是一种性功能性保健的药 无外乎历史上比较传统的像人参 鹿绒 海马 什么各种边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制品和制成品 它有很好的收藏 收藏在非常名贵的 雕漆包装的盒子里面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能看到的 精美的村子捧盒雕漆器 那就是有非常明确的 这个它的使用功能 随着清朝统治的没落 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 宫廷的漆器藏品不断流向民间 民间七七艺艺人 开始制造商品漆器出售 很多珍宝遗失海外 至今下落不明 北京的民间雕漆 在这时产生了新的制造历史 民国期间 我们在这个雕漆 雕漆在光绪上